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些題目 就是要扯到 它會有所謂的融化、氣化等等之類的問題 360克20度C的水學熱量好 有4公克0度C的冰混合之後 不管平衡度多少 給你比熱跟融化熱 然後跟你說過了 你就基本上公式還是一樣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就是Mx加大T要叫M乘以Q 就是跟你說的你要搞清楚 它到底分了幾段在吸放熱 有溫度變化的就帶Mx加大T 沒溫度變化的狀態改變就帶M乘以Q 所以現在還有末溫是T 然後冰塊就會有兩段 它第一段是要從我們的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這一段呢 是M乘以Q 然後呢 排一段是從0度C的水 要變成末溫T度C的水 這一段呢 是MxΔT 所以左邊是放熱 20度C的水 MxΔT 高溫減低溫20-T 右邊第一個40×80就是M乘以Q 要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融化 後面就是0度C的水變 進度C的水 MxΔT 所以它要分兩段 所以重點你要是它分了幾段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數學式就寫完了 然後就認真努力算了 然後答案就會出來了 10度C 就答案10度 就這樣 OK 想法跟以前一樣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公式跟以前差不多 H等於MxR再加上M乘以Q 這個要告訴你說你要想得它的吸放熱分了幾段 改成這樣 40公克負十度C的冰 60公克八十度C的水 然後最後問這個 它這個冰塊有分幾段呢? 這個冰塊的溫度有變幾段呢? 它要先從負十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再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再從0度C的水變成末溫T度C的水 所以它有三段 所以它有三段 然後呢 一樣帶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有三段 有溫度變化的 就要帶H等於MxΔT 沒有溫度變化的 就要帶H等於M乘以Q 然後就把吸熱放一邊放熱放一邊 然後給個等號 因為都沒有散熱嘛 就不要管散熱 然後就算一算答案就會出來 OK 停車 戰界問 這個答案是多少呢? 幾度咧? 我們找可愛 大帥哥或大美女嗎? 這位叫做大帥哥27 27號 27 帥哥 多少? 摇頭叫不會喔 你跟我講你不會喔 不好吧 有人喊38你又不講 算請坐 38也差太多了吧 一樣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xT加上M乘以Q 剛剛跟你說過了 這個冰塊吸熱有分三段 要從-1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冰 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從0度C的水 變成T度C的水 放熱就是那個 82度C的熱水放熱 所以列式 最左上面的最左邊就是 82度C的水放熱 MxT 接下來等於 那個乘0.05的就是冰塊 冰塊要從-10度升到0度 然後在下面的 下面的左邊 40x80就是MxQ 就是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最後的那個就是 0度C的水 變成T度C的水 所以就這樣列式 左邊右邊放熱等於C 要加散熱 怎麼算熱? 記得要看它有分幾段 這裡分了三段 然後就這樣寫下來 有溫度變化的 H等於MxT 沒溫度變化的 H等於MxQ 就列完式 數學式就列完了 現在就認真努力算了 算 就數學式而已 小學就會算的東西 所以答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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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5度 OK 好 換成這樣 這題呢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而言 我們的題目 容器都是當作它不會吸放熱的 這一題不行 因為它告訴你 我的器材是 裝東西的容器是銅做的 我有給你銅的質量 也有給你銅的比熱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銅的吸放熱 所以這一題 你除了在算那個水的部分 銅的 就丟進去的銅塊 的吸放熱之外 你還要去算那個銅製容器的吸放熱 那個容器是會吸放熱的 那個容器裝了水 所以那個銅製容器是跟水溫一樣 都是20度 然後丟個銅塊下 變沸騰 沸騰應該幾度 然後開始問你 有幾公克的水變水蒸氣 看到這個問題 就顯然知道 沒有全部的水都變成水蒸氣 只有S公克 所以 你前面在算那個水溫 從20升到100的時候 是全部都20升到100 但是只有S公克 會有所謂的變成水蒸氣氣化 有個M乘以Q要出現 所以 然後呢 你在算吸熱的時候 除了算那個水在吸熱之外 你還要算那個銅製容器在吸熱 因為這一題 銅製容器 有給我質量 有給我比熱 你可以算出來它的吸熱有多少 就是它跟別的題目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以前 聯考年代考過的類似體 考過的類似體 考過的類似體 這樣應該是多少咧 它應該是多少咧 它應該是多少咧 那個水蒸氣的最後 水沒有全部變成水蒸氣 只有一點點變水蒸氣 它問你有多少變水蒸氣 十三號 十三 你也要站起來跟我微笑嗎 不會 不斷的傷我的心 傷害我純真幼小的心靈 對 基本想法還是一樣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加M乘以Q 誰會放熱 就是銅塊會放熱 誰會吸熱 那個水會吸 它有一個容器會吸熱 好 假設有X公克的水變水蒸氣 烈氏 要注意它的吸熱有兩段 一段是要從20度吸的 水變成100度吸的水 但然後再有X公克的水變成水蒸氣 然後呢 因為沸騰所以知道末溫100 然後容器有吸熱 所以烈氏的時候 最上面第一行 是丟進去400公克的銅塊的放熱 H等於MSΔT 下面第二行的左邊 是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 20度C的水 20度C的水 變成100度C的水 MSΔT 加上後面有X公克變成水蒸氣 M乘以Q 最底下 100乘0.09那個是 銅製容器的吸熱 所以最上面第一行放熱 下面兩行吸熱 分左邊右邊 是變成100度C的水 跟變成100度C的水蒸氣 下面是銅製容器的吸熱 銅製容器的吸熱 然後 就算 就計算而已 就是數學式啊 移來移去啊 消一消砍一砍 你就會知道答案啊 所以39公克 這又是練習 好 重點 跟前面一樣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加加M乘以Q 所以你要注意 東西的吸放熱 有分做幾段 分段去算它 帶進去就可以了 OK